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概是2014年 去法国交换之前 交换练习的时候 主要是因为我去法国交换的时候 所有成立的 那时候主要是 关于是在 私人情感上面 一些想法跟经验 交换练习的换 我使用是患难的换 是因为我认为说 其实焦虑是 我们人组成 非常激浮度的一个成分 有时候我们的这些焦虑 他可能期待有自 可能你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从何而来 但是你就要学习去跟他相处 你要如何学习跟这种 患难或是焦虑去打交道 这就是交换练习的由来 我觉得文字或书写 它是一种 能够把个人生命经验 去凝固的一种容器 那我一直都认为说 说故事它其实是有力量的 个人的经验 或者是故事 藉由文字这种 传播的形式去散播出去 就能够让原本 可能跟你毫无相关的人 同时也感受到 过去发生过的事情 这些人就可能会感觉到 不会那么补助 感觉到有同伴 有人能够跟你对话 所以认为这就是 故事非常重要的力量 这个故事 它其实出立了三条的走线 就是包括同志会议 同期 还有同志父亲 那它不是用一种 非常宏大的叙事去铺成 那反而是用一种 小人物的情爱 然后去把那些细节 很仔细的描绘出来 那我认为 它在这个时代里面 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说 可能我们都知道 婚姻平权啊 或者是 叫做平等民主 它其实是一个 很政治正确的说法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说 这些东西 如果在我们真实人生 它到底会是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它到底会有多重要 它到底会让我们之间的亲爱 发生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是 蛮推荐的 大家可以进行园区看的